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见股理高手 我是李宇凯 今天的台股没有什么激情 一整天大概都是在小涨小跌 这样的格局当中徘徊 中场上涨28点 收到17548点 可是我们回忆到 昨天台股最多 有跌到300多点 虽然说最后拉上来 只收跌150多点 等于说这个下影线 也高达150多点 可是在今天早上 报章媒体的时候 却惊喘昨天的台股 竟然有所谓的八面受敌 八面受敌 哪八面呢 来我们看一下 从二屋战火到大陆封城 本土疫情升息加速 北韩导弹清明变盘 投信结账 外资提款 当然这个零零总总 列了这么多 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 哪几个是真的 又有哪些是属于 可以解决的 目前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 乌尔战火 它的内容是说 新一轮的谈判 恐怕难有进展 可是就早上 我们接收到的最新消息 消息部分 是说乌尔谈判的部分 有所进展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的四大指数 尾盘是拉高翻红的 那目前乌克兰方面 似乎已经准备好 这个要宣布中立 他要放弃加入北约 以换取首都的安全 那在俄罗斯方面 似乎也有一些让步 那以消息传出 我们讲的都消息面 消息传出 俄罗斯是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 去换取他的承诺 永不加入北约 换取他永不加入北约的承诺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 好不好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勾勾 一个勾勾 再来第二点 大陆封城 大陆封城的部分 其实昨天讲过了 其实疫情从2020年的年初 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好久了 你戴口罩都戴到好习惯 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 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很可怜 有些是一出生 他就活在一个 满是疫情的世界 然后你看到什么东西 他都觉得是消毒的 每天就很习惯戴口罩出门 那其实蛮可怜的 好扯远的 我的重点是 疫情两年多过去 大家对于 疫情扩散这件事情 真的已经叫做熟门熟路 反正SOP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冲击真的没有你所想的这么大 其实我们光是看 两个礼拜前 各位这一波跌什么 这一波跌什么 不就跌深圳封城吗 短暂反应完毕之后 台股不是也照样创新高吗 所以各位 这个部分上海封城又怎样 我们也给他一个勾勾吧 来这边一个勾勾 这边一个勾勾 第三点本土疫情 本土疫情坦白讲 需要我们全体上下 全体人民一条心 共同努力 从政府到人民都是需要努力的 我相信我们可以度过2020年 可以度过2021年 今年我们仍然可以共渡难关 可是我们这边看到 单日确诊人数暴增 带离清传播链增加至9条 无论如何 它不算是一个正面消息 我们先给他一个小三角 好不好 再来 第四点 升息加速 5月会升两码的几率升 其实有一个观念 我不断告诉各位 已知的利空还是利空吗 已知的利空还是利空吗 各位你去回想一下 3月升息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月不是升息吗 各位当初你在1月2月的时候 担心升息担心得要死 结果3月16号升息 3月16号过后 股市就从底部起涨了 这个就叫做已知的利空 不是利空 你反而在政策实行之前 才会有震荡的空间 当政策执行之后 反而脾气太来 这是我们不断告诉各位的一个观念 如果说现在已经预告 5月份要升息两码 你现在已经知道 5月份有可能要升息两码 如果最后真的升两码 也不会是坏消息的 可是最后如果变成只升一码 或者5月暂时不升息 那个就叫做天大的好消息 所以回到这张表格 我们这边1 2 3升息的部分 这边疫情是三角形 升息部分我们也给它一个勾 也给它一个勾 再来北韩导弹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这一波不论是北韩或者是其他 莫名其妙的一些国家也好 它只是趁着乌恶战争 刷存在感 开打原则上几率不高 所以我们这边也给它一个小三角 清明变盘 过去15年清明节后 10日平均上的几率不足5成 大概是40多% 可是我们讲变盘这种事情 大概也就是以统计数据来说 那么40多% 我这么讲 没有什么太大参考价值 你不是一面倒 你不是说清明过后 上涨几率只有10% 那可能我们要谨慎一点 可是上涨几率不足5成 40多个百分点 其实它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也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不至于偏空解读 所以我也给它三角形 我也给它三角形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八个 八大利空 这个好几个可能是硬拿来凑数的 可能它的主管要求说 我就这样八个 你就是给我八面埋伏 记者就硬凑八个 没关系 我们就给它一个三角形 再来投信结账 连三天卖超台股21.67亿元 结束36天买超过后 终于变成卖超了 其实投信的部分 我们讲过300次了 依照过去的经验 来各位 行情往往从投信 卖超结束之后 才开始 连续买超在这边 结束买超之后 行情才开始 结束之后才开始 结束之后行情才开始 这个我们几乎天天讲 我们今天就不细部的训练 里面的数字了 过去四次皆是如此 只要投信超过连十买 后面都一大坡 少则1600点 多则2400点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你可以看到 当时只要投信下重手 必有行情之外 每一次都可以创下 当时的历史新高 13031不是历史新高吗 17709不是当时历史新高吗 18034 18619不是历史新高吗 这一次投信是连续36天买超 买超的金额 买超总金额是这四次加起来 还要超过 这一次买超的金额 比这四次加起来还多 你认为投信在盘算什么 没有绝对的把握 他会这么买吗 没有绝对把握 他敢这样做吗 他不是散户 一时冲动说买就买 拼命摊平 他不是 他是有风控机制 他是有研究机制的法人机构 投信这一波 用空前的资金请朝而出 没有人那么无聊 拿800多余开玩笑 好戏在后头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给他一个勾 一个勾 两个勾 这边我们三角形 一个勾 三角形 三角形 投信结账再一个勾 外资提款 这个部分我私底下告诉你 在电视上也算公开告诉你 因为我有偷偷的去问我以前外资的同事 他跟我说 外资的心态你又不是不懂 上海封城 北韩射飞弹 亚洲区域的风险提升了 该做的还是要做一下 可是重点来了 如果以前发生这两件这么重大的事情 以前的外资怎么会只有卖120亿 接着我就问他了 莫非外资真的有售命要回补台股吗 那这时候他回我六个字 可以做 不能说 我就点到为止了 反正 无论如何我给他一个勾 这边加一加 八大利空有五个勾勾 三个三角形 看起来也没有很糟糕 看起来真的也没有很糟糕 五个勾勾 五个是可以正面解读的 三个我们还偏中性看待 那重点来了 如果台股真的像 这个报章媒体所说的 确实八面受敌 确实有所谓八大利空环势 昨天可以开低走高 狂达150点吗 今天可以继续上涨吗 结论不就出来了 那你认为 这八大利空八面受敌 还需要担心吗 休息一下 等等我来看股票吧 没好事要努力把空调做到最省电 守护他们 同类中唯一全国22线市显定品牌 写下一届新记录 我们已做到省电效力超越国家一级标准 70% 每年可省价超过202百万度电 Panasonic前领域专类空调 一起守护下一代 没好事 守护 没好呼吸 Panasonic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及大盘 摩尔坚持 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从研究川普 到风尘呼呼 绝对基本面 到申电池泡面 摩尔坚持 冲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料 唯有摩尔 名为侠尔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0800 来来 帮你帮我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出场 也没伤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是你 劳动世界法设有专业法庭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 劳动世界法保障劳资四够权益 化解尊业更快更easy 当我们泡温泉 时间会停止 停在我们最纯粹的时候 坦诚相见的时候 能一起泡温泉的朋友 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分手吧 就这样好吧 分手吧 你没有我哥能活得下去吗 你不是还爱我哥吗 爱情是对彼此还有期待才能继续 我跟你哥已经无法挽回了 晚间十点 我的女儿 瑞英 红城王 身处全谋争斗中的房子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 要小心行事 暗中直伏 与行机反扑 我等何罪之友 祸乱朝纲的是你们这帮人 这场误会 邂逅正义善良的李哥 每次遇见你啊 不是你去杀人 就是被别人追杀 看来个姑娘还挺有缘的 这场相遇 是命中注定 还是因错养叉 明晚八点 不周圣医维他命EC口含定 锦绣男哥 股票我们先从黄金白点开始看 昨天的早上 我发了一篇文章 我说趁着台股早盘大跌300点 赶快赶快把握机会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这边很公开的告诉你 要赶快赶快 因为有七档股票 已经出现黄金买点了 昨天的节目 好不好 黄金买点是马不停蹄的 一直接踵的事 赶快把握这七档 1234567 出现黄金买点的股票 好 那这边我们来做一个声明 因为昨天我在节目上说呢 这七档股票 我都在节目上分享过 所以你都不陌生 这里我郑重跟大家说声抱歉 郑重跟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严格来说 里面有两档股票 并不是这么样的符合标准 有争议的股票 我就公开 以示公正 来 我们今天把两档股票公开 分别是康书和金硕 康书真的是我记错 这个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在其他两个节目当中 我有分享过这档股票 后来我助理跟我说 这档股票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节目 在古林高手这边反而没讲 反而没讲 我还说你确定吗 你要不要赶快去浏览一下 我们YouTube频道 最后确认 应该是真的没有 因为我昨天叫他短时间之内 看了好多集 因为有时候录影太多 通告太多 就是这样 头都晕了 可是没有关系 说过的话 我们要负责任 之前没交过 现在就来交 现在就来交 先看康书 来各位6282的康书 这档股票是属于电源供应器 它的主力商品是电源供应器 同时它也车用 切入到所谓的车用电子 所以它其实也属于电动车概念股 去年的获利大概是1块1 我记得没错 1块1 EPS1块1左右 当然相较于2020年是衰退了 因为2020年它有赚到2块多 那去年只剩下1块多 可是现在来说 1、2月的营收表现都不错 累计1、2月是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转机可期 2020年很好 去年不太好 可是现在1、2月的营收又跳上来了 所以转机可期 那2月以来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黄金买点怎么抓 2月以来你可以发现 我还是要画直线 不要相信自己的手 来各位 2月份以来 大概这个位置 35元你可以发现 35元都大概是一个沉重的目标 沉重的压力 沉重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35块左右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条隐隐 隐隐在这边的黄色线 它是际线 际线大概也是 对它造成压力的一个原因 可是直到这里 直到这边 3月21号过后 一切不一样了 因为它一口气 突破了所谓的关键价位 以及际线 把两个压力 一口气踩在脚底下 压力就变成支撑了 黄金买点就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 再让你看 我们说过 关键价位35元 然后再加上际线 有双重支撑的效果 昨天测试一下 有没有 收个下影线马上弹上去 果然际线非常有撑 这个黄金买点就出现了 所以各位 看到康书的部分 今天虽然最后是收黑 可是盘中一度 也涨到36.25元 第二档我们来看到 金硕 其实金硕 不能说我没有分享过 可是确实节目上没讲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来我请你回顾这件事情 好 3月14号跟15号的这两天 我在节目上说 你只要加入LINE 留下姓名电话 就可以独家获得 隐藏版高价股的黄金买点 这档股票就是金硕 节目上没说过 可是只要你3月14号 15号 这两天你来索取的 你会得到以下这一份资料 好不好 全体当时有留下姓名电话的人 都可以作证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份资料 来我们看一下内容 3月14号当天 我们截取的这个图 我说目前金硕的关键价位 475元 待创高突破压力线 再回测475左右 即为黄金买点 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图还画给你看 突破 拉回 回测黄金买点 再往上 这个地方 by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你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 因为当时坦白讲 还压在线下面 所以你可能会先扑痴一笑 嗤之以鼻 想说这是什么鬼 我要当多久 两个礼拜都过去了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 见证奇迹的时刻 什么叫做 画线给股票走 线画的不偏不倚 各位 画线给股票走 是什么状况 这是6491的金硕 你可以看一下 昨天最低点是多少 你看你自己的K线 看你自己的券商软件 我这边也告诉你 昨天最低点 476元 准不准 476元 再对照一下走势 我们把这个稍微做一点还原 你就知道了 来 一条线拉在这里 它的走势 是不是就长这样 突破 回撤 准备 再创高 看好 记好 有没有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模一样 划线给股票走 见证奇迹的时刻 让你见证 昨天476 今天呢 今天最高点 已经来到503了 没有很多 昨天到今天 一张赚27000 27元的价差 一张27000 两个礼拜以前 你愿意动动手指头 索取资料 打个姓名跟电话而已 动动手指头 27000现赚 如果你连这都懒 就算我赚27万 也不关你的事 所以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我给你再多资讯又怎么样 失败的人永远坐而言 成功的人才会起而行 你有没有付诸行动 你有没有留下电话大名来索取 你有没有真的 趁着他的黄金买点买进金硕 你不愿意做的 一切都一样 看回来这张 各位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这七档股票 当然金硕表现不错 27块的价差 5.6%的涨幅 康书大概最高的话 也可以掌握到 四个百分点的涨幅 我可以告诉你 七个股票当中 除了这一档我们从缺 除了这一档股票之外 其他的六档 今天都有向上攻高的表现 至少今天高点 都有突破昨天高点 所以你会发现 昨天到今天才过一天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战果出来了 49.25元的价差 29个百分点的涨幅空间 昨天到今天 接近三成 接近三成 第一档 5.34% 7% 4% 2.9% 5.6% 已经有将近三成的空间出来了 就昨天到今天而已 相对的 我们这一档也看了很久 三月份 我们一起掌握的黄金买点 这个数字也持续的向上做推高 目前总共已经掌握到 455元的价差 和256%的涨幅空间了 全部都公开分享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博智虽然是开高走低 问题是他也是先创下新高 再说了 33.22的建顺点 今天也是创新高的 这两档股票都有创新高的表现 那6104的创伟 今天是创下收盘价的新高 盘中一度表现的还不错 那创伟我说过 三月营收是创新高 没有错 可是同样提醒你 他四月营收是衰退的 资讯提供给你 你自己评估了 核心持股的部分呢 今天 我们的这一档股票 3XX2红色锁头 持续创新高 那2314台阳 我觉得也不错 怎么说呢 来各位 看到这个走势有点尴尬 遇到季线之后 收了一个十字线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台阳在昨天 以及今天的早盘 持续在反映董事长过失这件事 结果 今天的中午过后呢 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格局 忽然 汉地拔冲大涨 各位 忽然 汉地拔冲 走出这种走势 不简单 其实昨天我说的很清楚 严董事长是因为 癌症逝世的 而且在去年底已经先行的 去卸下执行长的职务 可能自己觉得身体负荷不了 所以先把执行长这个职务卸下来 所以对公司的冲击确实有限 那对营运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当初所预告的 半年内营收三倍跳这个题材 也不会因为董事长过失就消失 那再来我们看 来看回到个股其他核心持股的部分 例子 这两天遇到月线的震荡 稍微做一些反压 那威风电子 有点奇妙 它反而是向下黏着月线表现 两档股票 一个在月线上 一个月线下 刚好相反 蛮好玩的 可是尽管走势不同 它们的方向 都是相同的 那另外一档核心持股 来XXX7 今天我们来多透露一点 它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没错 上个礼拜连续五天创新高 我们分享过连续五天创新高 那震荡两天也算合理 因为上方它还有一条黄色的 这个季线压着 那这边要酝酿一下动能 才能做冲关的动作 我觉得这很正常 而且我必须跟你强调 这边我们画一条线有没有 我直接跟你告诉你好不好 这个叫做百元关卡 百元整数关卡 它这边创高 这边做一个震荡回撤 在百元这边打底 地基打稳之后 万丈高楼就可以平地起了 地基打稳之后 万丈高楼就可以平地起了 那么再次强调 黄金买点的股票可以很多 我们说一般基优股 我们只是去找寻它的买点 可是核心持股的股票 不会太多 因为它必须要同时符合 我所设定的两个条件 基本面的利多要够强大 一般利多我不要 我要够强大的利多 可能像三叉叉二人那样子 动辄我的EPS要成长 十几倍二十倍 或者像叉叉叉七 我的EPS至少要跳针 要翻一倍的 基本面利多够强大之外 股价还得够委屈 唯有如此才有赚大破端的空间 不然有些股票 也许它基本面的利多 很庞大没有错 问题是股价也涨多了 你也不知道利多到底反应 完毕没有 那这样买了也不踏实 所以核心持股你就要买在股价太委屈的时候 至少目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档的核心持股都有还不错的表现 接下来我必须告诉你 如今现在right now 我手中又掌握到一档 电动车概念的核心持股 来XXX9谁 去年营收创四年 虽然获利创四年来新高 12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美西欧西外资强力看好 目前位于区间整理底部区 周线格局的黄金买点 周线格局黄金买点 好不好各位 营收表现是这样子 筹码的表现叫做这个样子 核心持股 再加上它目前位于长线的黄金买点 周线格局 周线格局 因为我们平常看的是日线 可是我们如果把过去两年的走势拉出来 你会发现它处于区间震荡的底部区域 区间整理的底部区域 同时以周线的格局来看 它已经正好位于黄金买点的位置 那我说过 因为有这些基本面的利多做加持 所以它也是一档准核心持股 核心持股加上黄金买点 再加上 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六个字 电动车概念股 最近Tesla表现非常惊人 昨天又涨8个percent 你认为现在搭上顺风车的电动车概念股 基本面这么优秀 又位于黄金买点的股票 表现会如何呢 你今天加入我的记底座账现实购 好不好 我们为了庆祝核心持股和黄金买点大获全胜 我在上个礼拜三特地要求公司推出的记底座账现实购 你只要今天加入第一档 第一档 我们就从这一档股票开始 电动车概念股XXX9 是下一档转黄金 转核心持股 你的人生有没有过一档股票大赚五成的经验呢 有吗 我问你 你可能门心自问会回答我说 赔五成的有啦 赚的连两成的都没有过 各位 现在开始我要改变你的人生 你第一档大赚五成的股票 就从他开始 各位就从这档XXX9开始 去年获利创四年来新高 一二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美系欧系外资强力看好 目前位于区间震荡底部区 周线格局的黄金买点 只要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记底座账现实购 那这档股票 明天我直接带你进场 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内容 你可以透过等一下的广告专线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或者加入我的LINE 想要数WIN16888 AddWIN16888 你加入之后 我本人以及我们的线上研究团队 都会在我们的LINE的线上 一对一的跟你做互动 你直接把你的大名电话留下来 任何问题想问的 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咨询 再次强调 这档股票 你只要今天加入 记底座上限制够 明天我会带你进场 电动车概念股 跟着Tesla走 XXX9 去年获利创四年来新高 一二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美系欧系外资 同步强力看好 目前未在底部整理的区域 周线格局 黄金买点已经来了 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买进 明天拜拜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oria